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圣灵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名之下 他一层敌血东庭 骨肉相谈 一层儿与我诈 血与心疯 让我们翻开大唐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 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 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接草鲜花便得愁 龙争虎斗 及失修 抬头微月除 再看凉堂 浸汉州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东风标志 宾州师瑞大宇茶馆至 话说 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呢 咱们说到 小市牛刀 李渊连克诸城 兵风所指 唐军走向昌安 从李渊带着军队来到贾火宝的时候 这雨啊 就一直没停过 军营当中的粮草呢 这时候也快告庆了 太原的补给呢 却迟迟没有到来 这就是李渊的部队 连着想要往长安去的时候 遇到的困难 可就在这时候 初始突厥的刘文静呢 还没回来 突厥人许诺的士兵和战马 也没见踪影 于是乎啊 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便开始在军营当中 悄悄流传了 消息说什么 突厥人和刘武咒 正准备进攻太原 这事是真的吗 李渊可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可又不敢确定它是假的呀 这支离开太原 没打过一场仗的军队 就这么在大雨天 凉荒和这流言肥语之间 多重困扰当中 这就没有办法继续前进了 怎么着 军心不稳呢 连日来李渊的心情呢 也跟着雨水连绵的天气一样 潮湿的阴影 最后呢 李渊也没辙了 只好召开了个紧急会议 讨论到底是攻打祸意 还是咱们就地打到回府回太原 对吧 与会的一些个将领们呢 提出了四条必须办事的理由 第一 我们这粮草快吃完了 而宋老生和驱逐通 遥相呼应聚选而守 一时半会儿绝对攻不下来 这是第一 第二 李渊虽然口头儿说和我们联合 可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阴谋 那还难说呢 第三 突厥人士贪得无信 唯利是图 刘伍州历来与其狼狈为奸 所以他们企图进翻太原的消息 不可不信 第四 太原是唯一的根据地 义兵的家属都在这呢 不如先回去保着大本 仍然后再 聪肠记忆 此言一出 多数人呢 都投了赞成票了 可李渊呢 不知可否 把目光转向了一只闷声不响的李建成和李世民说 你们俩意见如何呀 此时此刻他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俩儿子身上的 因为众将啊 这意见都让他有点失望了 诚然呢 李渊也认为他们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哎 万一出世未竭 而老巢被战的话 他们就没根基了 那么后勤补给就会中断呢 那么将士们就会丧失斗志啊 队伍就会陷入进退失去腹背受敌的困境啊 这种危险的确是存在的 李渊心里何尝没有相同的担心和顾虑 但是你换个角度来看 义军自从大张旗鼓南下以来 至今未打一仗未下一城 倘若稍遇挫折就当缩头乌龟纳 还奢谈什么平定海内问顶天下 大神不但会遭天下英雄耻笑 而且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人心士气 也会溃散瓦解 共亏一溃啊 太原固然重要 可始终缩在老巢里边就能高真无妖了吗 恰恰相反 这更危险啊 因为这么做等于是在向隋朝的军队 向突厥人和刘武周向四方群雄示弱 到时候这些人四面来攻 你太原就保得住吗 就算说勉强保着了 日后还你要不要争霸天下了 要不要再度出征了 如果说再度出征了 那么来自后方的突厥人和刘武周的威胁 是不是照样存在啊 除非你永远跪缩在太原这一块小嘎的地方 否则这个前进还是后退的问题 就会像一场可怕的梦魇一样 永远缠绕在李渊和所有人的心头 所以啊 选择后退实际上是在逃避问题 而不是在解决问题 那既然说这个问题不可能自动消失 既然前进和后退都存在危险 那为什么我们不选择前进 放手一搏呢 有那么句话吗 努力不一定成功 但放弃一定失败啊 想到这儿李渊实际上已经决心已定了 但是这些话呢 李渊不能说 他必须啊 让他俩儿子来说 这时候他是一个决策者 如果底下人对他没有信心了 是不是 或者说底下人觉得他不民主了 觉得他不听他印象了 觉得他自己啊 自以为是了 那以后的人也不好干活了 所幸的是呢 李建成和李世民呢 没有让李渊失望 他们针锋相对的提出了 四条反对办事的理由 第一 眼下啊 遍地都是庄稼 为什么要担心断粮啊 宋老胜 轻率急躁 一战便可将其生擒 这是第一 第二 李密一门心思 守着东都大粮仓 一直在与东都军队进了垃圾战 根本无暇做长远打算 他够不着我们 第三 刘武舟表面上投靠突厥 背地里却和突厥人互相猜疑 虽然说贪图太原 但他更担心自己的老巢马 也被人抄了后路了 第四 我们之所以举意 就是为了奋不顾身拯救苍生 先入长安号令天下 如今遇上在小小的挫折 就寻然班师 恐怕说义军会一招解体啊 我们就算困守太原 以城之地 到头来不还是一小撮盗匪而已吗 拿什么保命啊 最后啊 李建成和李世民 瞟了众人一眼 毫不客气的说了 这是大唐创业起居助理的记载 这就是李渊集团内部 在军事战略上发生的第一次分歧 李渊看了看这俩兄弟 李建成李世民 又看了看他一大堆的文臣武将们 一边两票 另一边N票 他最终咬咬牙 打出了决定 多数服从少数怎么打 自助者 天助之 或许说李渊父子的坚持 最终也感动了上仓 当然这么说有点迷信 是吧 7月28日 太原的粮草运到了 8月初一天空放晴 8月初二 李渊命全军在太阳下 暴晒铠甲武器 以及其他衣服装备 8月初三天色刚亮 李渊帅全军开拔 沿着东南山路的小道士 直插会议 如果宋老生拒不出战 怎么办 在路上 李渊问李建成和李世民 两兄弟胸有成忠的说了 宋老生有勇无谋 我们只要派小谷骑兵在城下挑战 他没有理由不出战 假若说他仍然固守城池 我们就散布消息 谎称他消极怯战 正暗中准备向我们投降 宋老生担心被同僚告发 不战 那也得战 李渊点点头啊 没错 宋老生没有趁我们被困于 甲乎宝石发动攻击 我就估计这人没多的能卖了 说到底就是草包完蛋货 部队迅速的抵禁获益 李渊率数百骑兵在获益 东面树里等待步兵主力 李建成和李世民率领数十骑兵 持之获益城下 一边扬鞭挥手 制造攻城假象 一边高声购骂 试图激怒宋老生 有勇无谋的宋老生 果然一下子就被激怒了 哎 率领三万人分别从东门和南门出击 李渊急命引开山 召集后续步兵主力进入战场 随后命李建成在城东列阵 命李世民在城南列阵 为了一战消灭宋老生 防止他逃回城中巨守 李渊决定降庄败推 吸引宋老生更远的脱离城市 宋老生首先对东面的义军发起进攻 李渊和李建成假装受挫 开始往后退却 李世民与部将段志玄 立即率骑兵从南面直冲宋老生军阵 攻击他的背面 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异常的激烈 李世民冲锋在前 一连砍杀数十人 少剩两把刀都卷刃了 砍出缺口来了 鲜血浸满了他的衣袖 李世民甩甩袖继续作战 在李世民的冲击之下 宋老生的阵势开始散乱 李渊趁机命人在阵前大呼 宋老生又没活着了 随兵一听 斗志全师 瞬间溃散 宋老生不得不转身而逃 李渊率军追着城下 城内守军慌忙紧密城门 放下一条绳索 想要救宋老生 宋老生攀上绳索 刚刚爬了几米高 李渊的部将卢君恶 就从后面是纵身跃起 将他硬生生给拽了下来 随即一刀就砍下了宋老生的手机 这一战 随军的三万人马全军覆没 当然李渊这边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 两军的尸体层层的堆积在 祸益城外的原野之上 一直绵延了好几里 到了这一天的黄昏时分 略作休整之后 李渊下令军队开始工程 当时一军还缺少大型的工程器械 士兵们都是强行攀上城墙 经过一番凹战 终于将获益功课 这是李渊南下以来取得的第一场胜利 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但还是极大的鼓舞了士气 进入获益之后 李渊开始论功行赏 军中负责授勋的管理提醒他说 奴仆出身的人 似乎不该跟一般战士有同等待遇 可李渊却说 非是留见之便 不分谁贵谁贱 为何平定功勋的时候 却要分尊卑等级呢 应该完全平等 有什么功 受什么赏 功课会议之后 李渊迅速难下 一路势如破竹 8月8日攻占林凡郡 今天山西林凡市 8月13日攻克了将军 今天的山西新疆县 8月15日 近地黄河东门的龙门 今天山西河金市 就在这一天 刘文静和康修丽 也带着500名突厥骑兵 和2000匹马到了 李渊大西 对刘文静说了 马多人少 正合我意 终于站到了黄河岸边 望着奔腾咆哮的黄河水 李渊心中是感慨万千 只要这一步跨过了黄河 就能进入关中 是直取长安 梦想中的黄黄帝夜 似乎已经越来越清晰的 呈现在了李渊的面前 就在这个时候 关于下一步的进军路线 军队中再次出现了 两种不同的声音 刚刚投奔一军的 河东护曹任归 邓人认为 说不要攻击驱途通 重兵驻守的河东 应该从龙门 直接渡过黄河 招降当地一军 同时夺取同关北面的永峰仓 如此一来 在攻克长安之前 就可以把整个关中握于掌心 李渊本人呢 也倾向于这个意见 但是呢 他手下的诸多将领啊 却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啊 应该把 河东郡这颗钉子先拔掉 再渡河入关 以免后患 谨慎的李渊决定 暂不渡河 先与关中一军 取得联络之后再做打算 白二十三日 李渊给当时关中设立最强的 异军首领孙华 写信进行招服 六天之后 孙华渡河前来觐见 李渊大喜国王 当即任命他为左光路大夫 封武相县功 兼冯一军 就是今天陕西大利县 太守 随后命左统军 王长协 右统军 刘鸿基等人 率步兵六千 与孙华一起渡河 在黄河西岸扎营 等待大军主力 临兴前哪 李渊对王长协说 曲图通手下精锐不少 跟我们相聚才五十余里 如今却不敢出战 说明他军心已经动摇了 可曲图通担心朝廷责罚 又不敢不出战 他如果渡河攻击你们 我就进攻他的老超 河东就绝对守不住 如果他俱称坚守 你就烧掉河东与黄河西岸连接的索桥 就是普金桥 阻断他的退路 到时候我从前面掐住他的咽喉 你从后边攻击他的背部 定可将其生擒呢 9月7日 曲图通担心腹背受敌 不得不派遣虎牙狼将 桑显和率领数千精锐骑兵 于深夜渡河 袭击王长协的军营 王长协猝不及防接战势力 危急之时 孙华亲率骑兵前来救援 大破随军 桑显和仓皇败退 为了阻止异军追击 渡河之后 自己把普金桥给烧了 9月10日 李渊见时机成熟 所以率领大军将河东城市 团团的围困 可曲图通毕竟呢 是身经百战的将领 异军多次攻城 都被他给击退了 李渊意识到 这座奸城不可能轻易攻克 所以准备呢 放弃河东 渡河入关 然而裴继等人呢 却坚决反对 说了 曲图通手握重兵 坚守奸城 如今 就算是绕开他 万一我们不能攻下长安 撤退的时候 就会遭到河东的阻击 到时候腹背受敌 形势将万分险恶 不如先全力拿下河东 然后吸进 河东是长安的门户 曲图通一旦战败 长安城市指日可下 裴继等人话音刚落 李世民马上又提出了 针锋相对的反驳 他说不然 兵贵神速啊 我们拥有连战连结的 余威和四方来府的步众 如果快速吸进 长安必定阵恐 很可能在他们来不及 做出反应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像秋风扫落叶 一样把城池攻下来了 如果逗留在监城之下 自限于匹笔之境 使长安有充分的时间 加强防御 而我们自己却是 白白的衣物战机 一旦军心离散的大事 就不可为了 这是李渊集团内部 在军事战略上 发生的第二次分歧 这一回 李渊既没有完全听从 李世民的建议 也没有纯粹采纳 裴继等人的意见 而是双管旗下 是兵分两路 他命令各将领 留下来继续威攻河东 而他则与李建成 李世民亲率主力 渡河入关 9月12日 李渊一进入关中 各地随朝官吏 立刻望风而降 纷纷献出所辖郡县 其中华英县令李小长 献出下辖的永丰仓 极大的满足了 一军的粮草和物资需求 此外呢 经兆府所属各县 也纷纷派遣使者 来向李渊投降 9月16日四天以后 李渊抵达昭义 就是今天陕西大力县东侧 在这个9月18日 李渊命令简称 刘文静王长邪等 各军进驻永丰仓 并且恶守通关 防备东方可能出现的随朝援军 同时呢 又命令沈民 长孙顺德 刘洪基等各军 进攻卫水以北的 敬仰云阳武功周治 还有呢 就是今天陕西周治 朱县 从这个北面呢 对长安境报仇 至此啊 随朝的地经长安 已经完全暴露在李渊面前了 几乎就已经成了囊中之物了 李渊走向地座的道路 只剩下最后一小段 尽管说李渊进入长安之后 并没有立即成立 可毋庸置疑的是 从这一刻开始 一切都已经进入了 倒计时的状态 短短八个月之后 大唐王朝的一轮续日 就将彻底挣脱 黑夜的禁锢 从崩裂的随朝天空中 喷布而出 照彻还宇 但是呢 在这之前 咱们还得再说一说 其他人的状况 因为这时候 争锋天下 逐鹿中原的 可并不只有李渊一家 从大爷十二年初秋 到大爷十三年夏末 天地走完了 一个四季的轮回 而杨广也在 阴歌厌舞的江都 当了一年的鸵鸟 这一年里发生了 太多的事情 太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可是他们基本上 都被杨广的鸵鸟树 成功地屏蔽掉了 但是让杨广郁闷的是呢 自从大爷十三年四月 那个叫袁闪达的使臣 带来了关于 东都的坏消息之后 他维系了将近一年的屏蔽网 就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尽管他很快 就把袁闪达处理了 可更多的让人讨厌的坏消息 还是像苍蝇一样 阴阴嗡嗡地 钻进了杨广的耳中 这些消息里 有是关于东都的 杨广听说呀 说这个破落贵族李秘 真的攻占了 落口舱和回落舱了 还像一个穷凶极恶的疯子一样 仅仅咬着东都还不发 不但把东都砍得遍体鳞伤 而且随时可能 一口就给吞掉了 杨广特别生气 他不得不从温柔相中 抬起来的那高贵的头颅 狠狠地关注了一回现实 大爷十三年五月下旬 杨广命尖门将军 庞玉和虎奔狼将 霍氏举 帅关中部队增援东都 同年齐悦初 杨广再命江都 通手王世冲 帅江淮精锐 将军王龙 帅穷帝黄蛮 就是四川那个西昌少数民族 西北大使维绩 河南大使王殿等人 各帅所部 驰援东都 共同讨伐李秘 东都洛阳 曾经是杨玄感人生当中 最大的一场噩梦 为了得到他 杨玄感付出了一切 包括最后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而对如今的李秘来说 东都洛阳也正在成为 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泥潭 眼前的洛阳城 看上去是那么的近在咫尺 唾手可得 可是李秘的数十万大军 围着他转了好几圈 打了好几个月 始终是一无所获 李秘会不会因为 这座东都而变成 第二个杨玄感呢 有人对此产生了疑虑 那就是李秘的帐下幕僚 柴孝和 就像当年李秘 劝杨玄感西晋观中一样 大业十三年五月 柴孝和也向李秘提出了 相同的建议 他说了 秦帝山川险故 秦朝与汉朝 凭借着他呢 成就了帝王八业 而今之计 最好是命宅让留守落口 命陪人机 留守回落 由您自己亲率精锐 西晋 习取长安 一旦攻克西晋 大业的根基稳固 然后在灰石东下扫平河落 如此天下可传习而定 方禁随时齐路 四窗群雄敬竹 若不趁早下手 恐怕会有人抢先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那么李秘 究竟有没有采纳 柴孝和给他提供的 这个意见呢 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